我非常不喜欢北有兵马俑 南有海昏猴这句宣传用语 来到海昏猴博物馆 看到沿途的水系地貌 心想 哇 海昏猴刘鹤可真是会选址建国啊 当时一定物产丰饶 怪不得它会有这么多黄金 但是当我走进海昏猴博物馆后发现 刚才的想法是对它的误解 一个西汉时期被废了的皇帝 哪有什么资格去挑选好的地方呢 此处的山川河流 早从一千年前的一片泽国 经过惨烈的变换 成了如今的地貌 而刘鹤这位可能是历史上 在位最短的西汉皇帝 因为史书的记载 后人对他的部分误解 长达了千余年 跟着他一起出土的财富 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而这些却恰恰 让我在内心为他感到了极度的哀伤 是啊 他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 可刘鹤却没有落叶归根 回到老家山东 也没有回到曾经帝王之梦的长安 他的后世之辈苏氏 曾经说过 此心安处是五乡 可是刘鹤的心不安 他无法将自己一手建成的海昏侯国 作为故乡 而如今 春运中返乡的我们 奔赴的 就是那一份心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